这只猫咪夜晚等主人入睡后 猫咪悄悄一步一步的靠近主人 慢慢靠近主人的肩膀 此时的猫咪盯着主人 突然之间 他咬向主人的鼻子 主人也被疼痛惊醒 主人并没有责怪猫咪 主人换了个位置再次入睡 但这并没有结束 猫咪再次撕咬着主人的手臂 主人也是痛的叫了起来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那就错了 这次猫咪更可怕 像是发疯了一样 手脚并用更加疯狂的 撕咬主人的眼睛 主人被痛醒 起来一看 自己眼睛周围都被撕裂 满脸是血 直接把主人整进了医院 确实令人毛骨悚然 但这只猫咪 为什么要狠毒攻击自己的主人呢 在内容开始之前 希望朋友们 能帮忙长安下点赞支持下 谢谢大家了 回归正题 主人说 猫咪叫东东 白天看起来 是一只很温顺的猫咪 但到了晚上 猫咪总是攻击自己 主人拿出睡衣 睡衣上很多的血迹 这都是被猫咪攻击的伤 留下来的 主人的鼻子 眼睛都是伤痕 不只是脸上的伤 嘴巴手臂都是 被猫咪咬的伤痕 可以说是全身是伤 女主说 为了防止再次被咬 她试图戴着这个面具睡觉 但这并没有任何作用 白天东东和正常的猫 没什么区别 但是夜幕降临时 她就像是 恶魔附体一样恐怖 主人也没办法 只能向兽医求助 医生看后 也是非常的吃惊 医生表示 需要检查猫咪身体 是否是健康的 女主也是带猫咪 进行了检查 但检查的结果 却没有任何问题 医生也暂时找不到 任何导致猫咪症状的原因 猫咪竟然没有健康问题 但为什么会出现 这奇怪的情况呢 这时医生怀疑 有可能是 猫咪的心理问题 原来 女主已经养了猫咪两年了 两年前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猫咪 是一只流浪猫 当时的猫咪处于危急的状态 很有可能会死亡 当时母猫在这个箱子里 生下了四只小猫 但东东是最后被母猫给抛弃的 母猫把别的小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东东没有母亲的照顾 不得不自己生存 到处流浪 饱受饥饿和寒冷 以及无数的危险 女主刚说她时 鼻子上都是污渍 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皮肤病 如果没有女主的收养 猫咪将会丧命 两年间 女主对猫咪非常的照顾 猫咪也顺利的长大了 一生听完猫咪的故事后 再次对猫咪进行了观察 这次又是否能找到猫咪奇怪举动的原因呢 第二天 白天女主人出去上班后 猫咪通常都是自己待在家 这样的情况已经重复了两年 等女主走后 猫咪好像一直在寻找主人 一直的走来走去的呼喊着 直到自己精疲力尽 累了之后便开始睡了起来 此时 意外发生了 她像是发疯了一样 身体在抽搐 猫咪被惊醒了 随后又进入了梦乡 但再次发作 此时的猫咪正抱着被子在饲养 原来猫咪一睡着 就会发生着奇怪的症状 经过医生的观察 终于得出了答案 一位医生表示 其实这是猫咪在梦游 不止人类有梦游现象 动物也同样会梦游 动物在梦游中会进行重复性的动作 他们也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也是一种睡眠障碍 由于猫咪小时候被母亲抛弃 而且每天的白天 都是自己留在家 每天都害怕着再次被抛弃 所以在进入睡眠状态 就会常常受到噩梦的折磨 当主人离开自己时 猫咪就会很着急 从而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多 症状就会越严重 为了能让猫咪好起来 医生对猫咪进行了治疗 首先 尝试着让猫咪 服用一些放松的药物 让猫咪的身体得到放松 在主人的陪同下 猫咪也是很快地吃完了 随后就是对猫咪的陪伴 这天主人并没有出门 一天时间都在陪伴猫咪 一直和猫咪玩游戏 让猫咪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繁忙的一天过去了 到了晚上 使用一些香薰疗法 然后播放一些 能让猫咪放松的音乐 这样会让猫咪舒适和放松 在主人的抚摸下 他在静静地享受着 猫咪慢慢有了睡意 这样的治疗会不会起效果 医生也是安装了摄像机 进行观察 主人也是慢慢进入了梦乡 此时的猫咪睡在被子上 但过了一会儿 猫咪却醒了 跑到姐妹俩的头中间 躺了下来 再次进入梦乡 会不会再次攻击主人 这恐怖的事件却没有发生 姐妹俩终于可以安稳地睡了一晚 证明治疗是有效果的 女主表示 猫咪现在症状好了 她希望能和猫咪彼此依靠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您能帮忙点赞 关注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下期视频见 在一座美丽的小岛上 有一只狗狗在向着码头的方向 好像在等待什么 原来 它是在等待游客 这只小狗 原来叫小琪 也被人称为小导游 也就差举着一块牌子 拿着小喇叭喊了 今天 它又开始带团了 游客刚下船 它就会在渡口领着你走 游客走慢了 它还回头看看 游客们有没有跟上 它也不催促大家 一些游客表示 都喜欢跟着狗狗 因为会带着他们去到一些风景比较好的地方 当然重点是 其实 狗狗是饭托 真令人意外 由于狗狗每天都当导游 所以狗狗的体力也很好 到每一处景点 都会耐心地等待游客 游客也都很喜欢它 又可以免费撸狗 还能找到好景点 在狗狗的带领下 也能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可谓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导游 它等到最后一位游客跟上了 才会继续带领大家去下一个景点 真是尽心尽责 不会落下每一个游客 接着就赶紧走到队伍的前面 为大家带路 又把大家带到了山顶的一处景观点 从山顶看过去 海上的景色尽收眼底 整个行程也走了一大半 接下来大家累了 也纷纷在休息 狗狗也是等着大家 大家也分一些食物给他 表示 很感谢狗狗长时间带大家玩 等休息完后 狗狗又开始带领大家出发了 带大家下山 带着游客玩了一圈后 然后快速地把大家带到自己家 然后让大家来自家的饭店消费 游客们也走了进去 到了里面才知道自己 被一只狗给下套路 大家开心地笑着 表示 小气套路太深 女主人则笑开了花 根本停不下来 一回来就在前台催促着 快点给游客做准备 为客人着想得特别的周到 狗狗的主人说 狗狗每天都去为自家饭店拉客人 为了不坏狗狗的名声 饭店主要经营得很合理 价钱不贵 味道还很地道 这两三年 从来没涨过价 由于狗狗的帮忙 现在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主人也非常欣慰 狗狗把客人带到店里 也没闲着 对于等上菜的客人 也是免费提供撸狗服务 由于狗狗每天都要带着旅游 多处游玩 所以 脚板都起了很多的劳减 女主人看着阿琪的脚掌 也很心疼 指甲都被磨平了 看来狗狗为了饭店的业绩也太拼了 果然比招一个员工强多了呀 由于游客们对狗狗的喜爱 亲手给狗狗做了一块导游工作片 这也很符合导游的形象 他带上去后 狗狗可谓也是由临时工转正了呀 此后 狗狗每天都带着这个牌子 在渡口接待游客 估计餐馆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了 主人真幸福 有这么一只位生意操碎心的狗狗 好了 今天视频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转发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